探寻世上奇闻 领略不同趣事 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去动物园游玩 因为有不少动物 都是我们只能在电视上 才能见到的物种 现实生活中偶遇的可能性为零 除了大人之外 小朋友也特别喜欢去动物园 尤其是看到那些 只有在绘本上才能看到的动物 小朋友们会显得格外激动 所以动物园也会经常发生 一些特别搞笑的事情 虽然有些是无心之举 但是被拍摄成视频之后 会立马在网络上走红 引起很多网友的关注和议论 比如在动物园中 有些宠物跟猛兽 就算是隔着玻璃也能互动 不知道是谁带着自家宠物逛动物园 居然被动物园里的猛兽盯上了 还来了一场跨物种互动 有小女孩看到狮子之后 觉得有心有喜 忍不住过去隔着玻璃轻了一下 没想到狮子面对小女孩这样的表现 毫无招架之力 瞬间变得不淡定了 不停地用爪子擦着玻璃 看上去非常好笑 还有一位妈妈 特意给宝宝穿上老虎装 原以为这样逛动物园更应景 没想到居然成功引起了老虎的注意 大概是动物园里的老虎 特别好奇眼前这个同类 居然是两条腿走路 所以忍不住向前挪动 哪怕双方隔着玻璃 小老虎也特别想扑过来 估计是想深入了解一下自己 究竟比对方差到哪里 为什么他可以用两条腿走路 看到这些形形色色的现象 真是让人觉得特别好笑 没想到石油猛兽出没的动物园 居然也会有如此搞笑的一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 类似的事情呢 好了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的 记得关注 点赞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